身为脾系爱豆可真的要长点心 他路不成反被坑 也是让所长看了都心疼 最近在综艺节目中 皮了一下的王源重庆画东北画 轮番上阵给粉丝打电话 本来想发福利送惊喜 结果却被粉丝大哥 当成了诈骗电话直接挂掉了 你好你好朋友 你王源是我的电话吗 那咋不能呢 我是假的王源 哈哈哈哈 看元哥这失望而淡定的表情 就知道他被粉丝挂电话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多年前王源在节目中打电话给粉丝 开场非不介绍自己是谁 硬要cue一下旁边的王俊凯 于是一头雾水的女粉丝 以为自己被捉弄 也就这么挂掉了电话 场面一度尴尬到禁止 你听声音能听出我是谁吗 你听出来 那要不要猜猜看呢 那谁给说不说我挂了啊 给你一个提示 就是Tap Boys 当然现在不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王先生 王先生要不要打声招呼啊 喂你好 从小被挂到大 那时的小王源看起来真的是一脸无辜 套路粉丝不成 王源还要在王俊凯面前皮一下 然而俊凯大哥哪有那么容易被套路 毕竟小凯也是正宗重庆人好吗 所长真诚劝王源小兄弟一句 以后好好生活好好打电话 毕竟总被反套路的爱豆 怕也是没别人了 奖路粉丝不得到